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柱华 台股真的世界强吗 今天国泰金公布的最新调查 台湾的股市投资人 对于股市乐观程度 创下了13个月以来新高 这对吗 台股现在的行情 真的可以让投资人更贪婪吗 还是要小心更加的恐惧呢 不过今天 钟晓星过得很活泼 特别是新宇航空 最近6天的股价翻倍涨了 所以现在掀起了航空争霸战 下一棒呢 这观光还有餐饮谁会跟上 全股族要注意了 在今天要告诉您 最近很多专家说 债势迎来了10年大多头 那现在债不买 真的就太晚了吗 怎么选 稍后专家告诉您 今天晚上请到四位专家 首先邀请的是 君老师晚安 初号好 大家晚安 还有玉堂晚安 初号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冠军晚安 初号 大家好 以及廷浩晚安 大家晚安 台北股市在今天开低走高 电子股先止跌回稳了 然后金融撑盘 再加上了中小型股助攻 所以今天指数 一度上涨白点 中场上涨了71点 15551 把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给占回来了 增加量呢 2103亿元 三大这个法人当中 投信今天小买 不过外资的台纸旗多单 还是维系在 1千 1万7千多口左右 好 当然电子股在今天 台积电今天稍微有一些疲弱 在今天下跌1块钱 收在517块钱的价位 连8颗在今天上涨3块钱 让整个的IC设计 特别是创意 创意一度攻上了1020 今天是挂牌以来的新天价 所以让大盘一度出现了6千斤 IC设计一片的红通通 除了IC设计之外 今天面板股 之前外资跟着巴菲特 大肯的台积电池股 转到了面板族群来 除了面板之外 今天还看到了 包括了金融族群 这股市的红利 配发的股息 红利持续的发酵 让今天金融也涨 金控也涨 还有观光餐饮族群 云品今天创下了 上市以来的新天价 一度的涨停 让很多的航空股在今天 似乎也带起了大家 对于一些解封题材的 一个想象能力 好 当然今天最漂亮 来自于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今天 再度创下去年 六月以来的新高 接下来中小新股 还会这么的活泼吗 亚洲股市当中今天都涨 香港股市涨幅最为突出 上涨了将近一%左右 但是大家对于股市 会不会太乐观呢 我们来看到 最近高盛美银都提醒大家 美国股市第一季 恐怕把今年高点给涨完了 怎么说呢 美银上个周末 我们在放假的时候 发布了个最新的报告 提醒大家 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将会硬着陆 首先之前他们预估今年升两码 这次他们改口了 恐怕会再升息三次 上半年将不着陆 No landing 下半年将会硬着陆 进一步的打击到美国 下半年的股市 好 所以这些华尔街的专家 开始慢慢提醒大家 美国股市恐怕已经到顶了 但是国泰金在今天最新公布 这有所谓的庶民指数 信心调查当中 台股的乐观指数 从上一次的-20.6 这是负的 反弹到了11 13个月以来的新高 看讲未来半年指数的 从上一次的23.8% 目前升到了39.4% 现在希望能够把手中定存 能解掉换现金投入股市的 上一次调查只有24% 这次已经将近三成了 君老师 想请尿尼 美银跟高盛 都给大家提出了一些警告 但台湾的信心投资人 现在信心大增 我们会不会有点太掉以轻心了 对 我觉得这个 但看起来有点不太一致 这个国外的投行 纷纷市井 包括这个美国下半年 可能会硬着陆 就是等于是进入衰退 那当然目前的一个 美国经济情况 不是很稳定 就说美国还是持续升息 但是呢 其实他的一些就业数据 还蛮强劲的 所以呢 看起来就是说 这个经济会不会衰退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做观察 目前不是那么明朗 那对于这个美国的经济 我们当然持续观察 不过呢 像国内的这些一般投资人的 台股乐观指数 其实反而呈现一个非常强劲的表态 那这里面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说 目前看到的一些 比如说企业上的公布的 一个获利跟财报 类似比如像文帽 像这个立志 这个电源管理IC 公布出来财报其实是非常差 可是利空不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看到很多的股票在大涨 那比如说像这个餐饮观光 绿电除能 包括这个IC设计 甚至像面板 还有包括生计类股 都有呈现大涨 而且你们看到OTC指数是创新高 所以散户看的不是加权股价指数 看的是OTC 所以应该是两个都对了 但是看的不太一样 一个是看总体环境 一个是看个股的表现 所以目前的盘是比较偏向 个股表现的一个行情 OK好 所以如果接下来是个股表现 还有题材在 那怎么宣估很重要 今天来请教居民老师 刚刚讲到了航空股 星宇航空 今天盘中大家还想说 会不会追过虎航 结果见真章 今天幸运航空的收盘是44.95块钱 正式坐稳了航空股的宝座 不管是在上市或者是新贵 但您看今天爆了一个这么大的量 跌下来有人接 所以有个上影线 涨上去有人跑 所以有个上影线 要请教玉堂 幸运航空 接下来还有没有戏 其实涨到这个位置点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了 因为其实在可能上个礼拜 已经涨快超过一倍了 股价 我都觉得好像市场 已经有点疯狂了 结果今天一度还冲到50.5元 那第一个我会认为说 当然你手上有的就恭喜各位 我觉得可以第一个做 一些陆续下车的动作 可以陆续下车 对对 因为涨幅已经超过一倍了 我觉得整个航空族群 做比较的话 刚刚已经他已经谈到 是航空股的股王嘛 那你报酬率也不错 都超过一倍的话 我觉得部分减码OK 那当然你部分在持有 因为市场现在还很热 因为我都看轴眼 我都觉得他能冲到30 都已经了不起了 他可以冲到50 但是从新宇身上 我觉得就告诉 投资人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这些所谓的光光内需的 这些餐饮股 开始做轮动 因为先前在涨什么 王瓶亚洲杖寿司 精华等等 新宇都没有涨 然后一看到营收不错 有机会赚钱之后 股价就有点那种 暴富性的喷出 甚至从今天的架构来看 反而是动到一些过去 比较没有涨到的所谓 持核网乐概念股 所以在后半段的节目 我会再从这个主题当中 去带各位去找一些 业绩也不错 但是相对股价 还在低基期的 甚至是说 从整个族群的 轮动脉动里面 去找一个操作的节奏 还有哪一些补涨的题材 等一下 玉堂都会告诉您了 但是我就担心 这个礼拜 礼拜五过完之后 我们有四天的228连假 然后回来之后 进入三月份 陆续要公布去年的财报了 冠卿请教您228四天的廉假 然后陆续要公布财报 哪一些提防涨多之后 现在可能陆续 会有一些回堵的卖家出籠 我倒觉得不太需要 去注意到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这个盘 现在我看到状况是良性轮动 甚至那些财报很差的 你觉得有反应吗 我们就举那个举这个文貌 对文貌财报够差了 而且不是不是只有这一季 不是只有上一季差 第三季就已经很差了 对不对 营收已经烂到爆炸了 你看到文貌有没有跌 文貌没有跌 对不对 我们就举这样为例子 甚至包括那些什么 什么三二二七的原相 第四季也是烂到 竟然还需要亏损 我不知道多久 没有看过原相亏损了 可是你看原相有没有跌 也没有跌 所以这些很烂的爆雷的出来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之后 我觉得倒是不用担心 而且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良性轮动 其实刚刚玉堂就有提到 高价的比较没动了 低价就会动 对包括军工股也是一样 你看到军工股也是 高价的拉上去之后 最近是这个隆德造船 这个在竞拍 然后接下来要抽签 这个大家一头热之后 低价的你看到今天的台船 台船今天股价也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 这反而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OK好 所以良性的轮动 有哪一些在接下来 有机会跟着上去 问题是接下来 四天的廉价 在布局上 什么时候上车 什么时候设停利点 等一下都关心都会告诉您 今天称盘的叫金融族群 上个礼拜 金管会终于告诉大家 如果说去年赚的不怎么样 可以用资本攻击 来配息给小股东 庭浩我想问 今天玉山进一马当先 所以这金管会 确定没有这个禁令之后 接下来金融股要开工了吗 其实还是要看 因为我们讲说用资本攻击 你看以前电信股 就很常搞这一套 你看如果是以中华电 或者台湾大的话 从15年4G 5G竞标之后 资本支出就不太扩张 所以你看他每年的 每股盈余EPS 基本上是五到六年的下行格局 但每年的现金股力发放 还是非常高 那是怎么样 就拿以前的资本攻击来配 所以拿资本攻击来配 他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在去年 尤其是受险业的资产减损 他都是五成六成起跳的 所以你有非常大的缺口要补 不太可能完全补到以往的水准 所以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以金融股来看的话 银行股以往的配息表现 来做观察的话 应该是能够达到过往的水准的 因为银行股去年的获利 老实说衰退幅度不是特别大 甚至很多表现比以往来的更好 由于利差的扩大 但如果是属于受险 或者证券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 这些金控股 比如说开发金 国泰金 或者以证券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 原纳金 那么所受到的 承压力道就会比较大 可能就会有被迫 采取资本攻击的方式 所以金融以至于在接下来 存股足的操作策略 今天专家都要告诉你 好 进入这今天 节目第一段的大主题 我们要来看到充电桩了 今天由于党飞红攻上了涨停 再度掀起了大家对于充电桩的期待 为什么呢 上个礼拜 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新的法令了 目前对于充电桩的业者 寄出了补贴的政策 但是2030年之后 所有只要是接受他们政府补贴的 这些充电桩的业者 恐怕都要在美国的当地制造 还有在接下来 百分之五十五的充电桩的零件 都要来自于美国 所以接下来将会掀起什么样的商机 君老师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跟大家布话一下 到底现在全世界 在进行充电站的这个布置 最新的schedule如何呢 对这个事实上来看的话 其实在今年一月份 拜登曾经称赞马斯克 而且过去两个有点不太对盘 不过一月份 既然这个拜登会称赞马斯克 说做了一件大事 主要是这个马斯克 开放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 就七千五百个 可以提供给其他来充电 那以前呢 以前不行啊 他就自己封闭起来 对以前就是特斯拉自己的车 那现在的话 其实他开放 表示说目前美国的充电装置 确实是不足 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开放 拜登就称赞他 是 那现在问题来 就说大家在充这个电动车 问题是最怕是没有地方充电 没错 对买了电动车没关系 那问题是没地方充电怎么办 所以呢充电 变成是一个非常当务之急的事情 你要推电动车 你要先有充电的装置嘛 可是现在其实各国的进度 都有点太慢 比如说像美国来看 他本来预估呢 二零三零年 要有五十万座的充电站 那一个充电站 至少有五到十个 大概十个左右的一个充电充电装嘛 所以你等于是五百万座的充电装 而且目前美国的充电站 大约才大概三万个 才三万个 对所以呢 其实距离这个二零三零年 这说实在时间也说长不长 你现在来看的话 每年的动作其实要加快 所以他也提供了七十五亿的美元补贴 而且这补贴呢 刚出发已经提到过 其实有些叫美国制造嘛 一定的比例在美国制造 所以这个也会支撑美国的经济 这是附带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美国经济的状况 就是美国制造呢 回流会支撑住美国的经济 那充电设施的规划 美国的部分是这样规划 那欧盟来看的话 二零三零年要有三百五十座的充电站 大约如果按照这个进度 可能一个礼拜要要要设个一万座 那中国的话进度是二零二五年 六百五十六百五十三万台的这个充电桩 这充电桩不是充电站 所以你除以充电站的话 大概有六十几万座的这个充电站 那日本的话 二零三年十五万座的充电站 然后韩国是二零二五年 五十万座的充电站 所以现在来看 其实各国的进度都会有点太慢 那今年刚刚等于是大家都解封了嘛 所以呢 从今年开始可以看到这个充电站 充电桩的需求大量的增加 因为要敢进度 过去这两三年有点delay到 那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目前 就说整个全球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市场 我们看他的一个成长率 像二零二一年是一百七十二亿美元 你看到这个他的一个成长幅度 到二零三年年是一千八百二十九亿 这是二零二一年 对 这边就开始进入疫情的时代 可能有一些停滞了 其实这是现在 对 那所以如果以这个进度来看的话 你看到一千一百七十二亿美元 到一千八百二十九亿 这超过十倍 那等于是过每三年大概就翻一倍 这样的话速度十年才可以标十倍以上 所以呢 按照这个复合成长率来看的话 是一年可以成长三十点二个% 现在可以看到哪个产业是可以成长三成的 你现在大概就看到就这个 所以呢 这个成长幅度是非常的高 那成长幅度那么高 他会吸引大家投入嘛 对 那我们现在想想看 谁会去投入充电桩 充电站 第一个我们大概我们看最近的新闻 包括这些机电这个电机业者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次中兴电 华晨 这个市电等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有些在坐电动车 他也投入充电站 比如说像比亚迪 他也去准备做充电站 另外一个是危机意识最强的是什么 这些炼油业者 壳牌石油本来大家都要加油 以后大家要跑去充电了 对 传统的能源被取代之后 他要赶快开创自己的另一个单元 对 所以这些加油站业者 也开始准备投入这个充电站的市场 因为他自己会有最大的危机嘛 我懂了 所以三大族群 第一个是新能源的开发业者 对 第二个是有在坐电动车的 因为他有坐电动车 那有这个充电能够相辅相成 对 没错 第三个是传统做能源 对 做能源的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全部抢进去 而且大家注意 这个我们每次看这个加油 其实都蛮羡慕的 为什么 加油 不管油价涨 油价跌 你只要去加油 加油站就赚 因为他是赚固定的毛利嘛 那你会不会想开加油站 当然 想开但不能开 因为他是特许行业 对 特许行业 那所以呢 现在来看 如果充电站可以做的话 那我不等于是在开加油站吗 接下来谁有机会开加油站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龙头指标 一定是台达电 台达电的充电桩 是全球出货量 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万台 所以他算是国内的龙头 全球也是 算是佼佼者 他的这个交流电跟直流电的充电桩 交流电是前两大 那直流电是前五大 所以都是全球前几大的 这个出货厂商 所以他绝对是龙头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台达电 今天收两百九十五块钱 他之前创前高之后 然后就开始回来修正 这台达电最好的进场时间点 会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 不太需要计较他的价位 只要不要在连续涨的时候买就好 他只要拉回整理 其实这个后面应该都还有机会 持续往上倒 所以现在你如果要做长期投资 都是进场的好时间点 我觉得三百块以下 这个应该都是蛮适合 长期布局的 但是这两个股 就是大家有耐心 不要把它当作小型股来买 这个台达电绝对是指标 另外中芯电 我们知道他有都督房 而且他未来三年 他全球准备建置 全台建置两百个快充充电站 那他有国家 这个国内独家的插槍集冲的服务 那过去来讲插槍集冲 大概就是特斯拉的车子 不是特斯拉车子 就没有这个 就大概没有享受到这个东西 那现在中芯电 他准备提供独家的 这个插槍集冲的服务 这部分来讲也会激励 中芯电的业绩 哇 股价已经这样子了 对 那当然他本身 除了还有别的题材 像雏能 他陆续把这个太阳能的 这个太阳城的电厂 把它并联 发电他的业绩逐渐起来 但有这档个股 大概就沿着均线往上操作 那大概十天线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没有跌破之前 多单都可以续报 OK 再等着进场的人 要等到什么时候是比较安全 如果他有拉回量说 接近十天线再来买 那现在来看有点脱离了 所以稍微观望一下 有的话可以续报 OK 好 这是中芯电 市电 市电最近涨了蛮多的 因为他也开始跨入这个快充 快充的订单 那美国系统业者 有百支的快充订单 准备出货 当然DP出货完以后 后面就陆续再出 所以DP已经开始了 另外他跟他的一个 这个合作伙伴 这个企核型 还有包括核泰 核资这个充电服务公司 这个充霸 准备跨入这个充电的市场 所以最近的股价也开始反应 开始涨起来 那短线上来讲 因为他算是比较类似补涨 所以大概可以延着 这五天线来做操作 目前来看的话 行情应该没有结束 OK 好 这是市电 来下一站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充电的商机 两维 对 两维最近这个主要是做充电桩 那他跟美国第一大的充电站的营运商 叫Chartpoint合作 而且提供给Vivian 包括Fisk这些 这个等于是类似充电的一些订单 那所以他最近的股价走势也非常强 而且你看 他只出给这个Chartpoint 这是指标厂商 所以你看股价走势这么 沿着五天线往上做攻击 今天玩完了吗 我觉得是还没有 但是呢 当然短线涨多不要追 因为这个指标比较高 可能拉回整理 如果说短线都要看五天线 如果比较偏向波段 可以参考十天线 那梁维他本身还有别的题材 像他是苹果供应链 但是呢 其实他这次涨的跟苹果没什么关系 主要涨充电桩的题材 是 对 所以现在充电桩 确实看到个股开始往上攻 好 比较积极的五日均线 可以考虑一下 做长线的话 十日均线 飞鸿今天上庭 对 这个台迷入股百分之十 而且我们刚前面提到 是不是这些能源业者 传统能源业者 开始紧张了 我也要开始做这些这个充电站 充电桩 那壳牌的充电桩订单 准备开始出货 而且按照飞鸿的预估 他今年大概出货 可以成长两三倍 因为机器很低 所以他这个出货量可以增加 那三到五年 有机会这个充电的装置 占营收一半 那就完全转成这个充电 或者儲能相关的概念股 那今天是第一根 常常可以不想充出去 那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颈限大约是四十三块 如果他明天开高 就稍微观察 如果拉回四十三块不破 但四十三块到四十五块 这之间可以当作支撑 所以他有机会再复制 前一波的箱形整理 再一波吗 有机会他可能另外 进入另外一波的箱形 而且随着他的出货成长 而且我们看到台迷入股 其实台迷入股 是一个蛮指标的动作 代表他认同这家公司 那过去来讲 非红的业绩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的一个转型 得到台迷入股 我觉得这是一个肯定的动作 最后一檔来看到 这檔是建基 建基是之前最早开始起工的一檔股票 他之前是供过给这个 美国大型的充电营运商 这个Volta Charging 就是这个大型的营运商 而且他也打入欧洲的市场 这个营运商是ReVolt 另外宏基持有百分之四十 所以他的 其实他去年的业绩还算不错 去年前三季做的两三块 目前其实之前的大涨 主要是涨充电桩的题材 是 那现在压缩 整理到尾声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有沒有機會展开 另外一波的公式 是 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这个量需要补一点 因为量不太够 量补出来以后 应该有机会再持续往上供 OK 好 谢谢俊敏老师 请先回座了 充电商机再起 接下来三大族群在抢进这个商机 第一个 有在做新能源的 第二个 有在做电动车的 有电动车就需要充电 所以两边都赚 第三个是传统的能源商 现在汽油 传统的燃油 慢慢被取代了 怎么样另辟裁员呢 相关台湾有涉略到商机的 在这边 操作策略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的是军工股了 最近中美的关系还是持续的紧张 两岸的关系还是有一些剑拔弩张 但是专家说地表越危险 军工国防股就越赚钱 怎么操作 休息一下 稍后专家告诉您